我來這一條危險小徑 什麼吹走的像劇本大力 我們剛才遇到一個超級驚險的事情 Hello 我是Bowlem 今天帶大家來到Kungo Isle of W 其實我自己本身也是第一次去的 但是因為我們只去兩天一夜 所以我們只挑選了三個地方去 如果你們也有興趣去Isle of W 而又是第一次去的話 都可以繼續看下去 看看我們去了哪幾個地方 好 我們就等一見 現在的時間是5點半 5點半 5點9了 我們就準備出發去Isle of W 我們這麼早出發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這次會帶我們的車輛 一起去搭這個杜輪去到Isle of W 我們上船的地方 就是會叫做Limington的一個碼頭 我們就準備回到Yalmove做樓車 不知道現在5點9都是這樣 是未天亮 還是今天那天真的陰陰的 我們現在已經去到那個碼頭等了 他本身說是搭幾可以check in 搭10 本身說搭10可以check in 但是到現在已經是6點20分 都還沒有任何的動態 只是那些車分了一行行的在排隊 我想這個是中型車 這個是我們這些迷你洗車 那邊就是貨車 但是一直都還沒有人去幫我們檢查之類的 好緊張啊 就是這樣 我們就上了船 不知道看不看得出其實我們的船是在動的呢 我們現在就已經是上了船上面了 那你一離開 不是 你的車一進入船裡的時候 就要盡快離開車了 所以我們現在就上船裡面的launch裡面 就說一說一下 究竟我們這一艘船究竟是花了多少錢 它是有分單程和來會 當然來會就會便宜一點 但我們這次是選了一個不同日子的來會 其實它也是分開兩程去買票 我們隔了一天的來會的話 價錢是120磅 我們也有看過的 即日來回的話 價錢是會低一點的 不過我們這次為什麼會不是即日來回呢 就是因為我們要進行一個小小的car camping 那等一會你們就會知道 我們究竟是要怎樣car camping的了 還有什麼還沒說 還有如果你們真的已經決定了要來這個isle of light 都要早一點買票 因為我們在搭這個就叫做white link 它即日買票單程的票價已經是去到130磅 哇 所以真的要早一點買票 還有來會的價錢 一天會便宜過兩天 兩天又會便宜過三天 三天又會便宜過四天 如此類推 我們在這裡其實已經可以看到對面岸 對面就是isle of light 很難想像 我們這個短短的路程 竟然是需要35分鐘 準備出發了 這麼緊張啊 no 準備 按了mark get set 不過都要等它說才可以go的 手指指叫你go ok 歡迎來到這個isle of light 開始我們的窮遊car camping之旅 仰言也是很重的 因為我們還是超級早的時間 現在時間是7點50分 我們已經去到the nidos附近 但是搞不好 我們打算先睡覺 因為首先the nidos還沒開 還有呢 我們8點到9點呢 是會下雨的 所以睡到10點呢 就剛剛好 我們事先呢就是google了做了research 看看有什麼床墊適合mini 我們在現在家具裡 就找到一款可以剛剛好放下去 現在是10點半 睡到油都出了 陽光都出了 我想我們是時候差不多 要去the nidos 看看啦 拿一場大雨 起完身之後 一天都光光了 但是其實依然是很冷 所以都是要穿乳 為什麼啊 為什麼快6月都是這麼冷的 我們早到有早到的好處 剛才我們呢 兩個都是free的 我們是差不多8點來到的時候 但是現在呢 11點已經變了要6磅 或者要10磅 我想這個是海鮮價的 第一站是來到the nidos 我肉眼看也挺漂亮 但是過了的人不知道為什麼 超噁 多知道這個 如果它真的售公仔的話 30磅不貴啦 對不對 剛剛看到一個可以許願的事 就是扔個coins進去 響了一些鐘 看看 那些鐘 是超難響的 全都在裡面 就是有一個小小的村莊 但我發現它所有的店舖 應該都是同一間公司 今天呢 我剛才想去看看 它那個燒玻璃 究竟是多少錢的時候 這條link 竟然是進去了 四間在這裡的店舖 所以我想它們是壟斷了 這個isle of white的村 不是 the nidos的村 這裡呢 有一個sand shop 我以為呢 是買一些瓶 然後讓你去沙灘拔 但是原來不是的 原來呢 它這裡已經是有沙 這樣給你去選的了 你在這裡拔的 就不能去沙灘拔的 哇 原來貝殼是很貴的 這個這樣的貝殼要50元 難道它要潛出去才可以 撿回來 所以才那麼貴 我懷疑它們這裡呢 可能是有恐龍的化石 因為呢 它全部的紀念品呢 都基本上是有出到恐龍 你看啊 有恐龍的 唉 一想去坐那個纜車的時候 就馬上下大雨了 天都黑了 唉 還是它吃了東西 黏鬼線 等一下下暴雨 幸好我們不是坐在那個纜車裡 如果不是 下湯雞了 她問我呢 會不會太多 然後我說要多點 然後又怎樣 很多 超多 只是3.59元 剛剛付完錢呢 就會拿到這一張小飛 然後就馬上去到上車的位置 馬上車就是 我們上了個纜車了 這個人很藍 對 好像上雪山的纜車一樣 我想像不到剛才這麼大雨 有些人是真的坐在那裡吃光了 我們是完全是可以踩到那些草 什麼事啊 這個纜車是十分之厚錢 是不建議大家搭的 或者搭一程好了 它就真的我想兩分半鐘 就已經是完了整個車程了 很厲害 很厲害 當然是 我們到了 到達 你可以搭船出海的價錢 就是9磅 會搭20分鐘去看這個 Denitos 和它的燈塔 基本上其實搭那9磅 除了看這個沙灘之外 都沒有什麼做的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這裡拍十萬九千七張照片 才可以看 你看這裡是藍天 那裡是 OMG 大和將志 快點走 快點走 然後我們就決定了走上去他們舊的軍事基地 也是一個Nedos的觀景台 那個位置是要付入場費的 根據Google所說 我們只需要20分鐘左右就去到 那就一起看看 究竟是否20分鐘就可以走到 BOSE 現在是幾點 2點3 現在是2點3 看我們去到是幾點了 現在的天氣又變得超級好 英國的天氣真的十分之噩妙 在這裡玩手機 我們突然間走到這條危險小徑 看一條這麼多次 現在是2點41分 即是我們總共走了25分鐘 不過都合理 因為我們一直走路拍照 雖然我們是窮狗 但難得來到這裡 我們也是給了入場票 發放一個人 總共16個 去看看這個 The Nedos 那隻腳怎麼動的 感覺掉了 我們給8磅來看這個壞東西 完全不知道它說什麼 但這裡我不是很收到 所以其實都Google不到 對於我來說 嘩好害怕 有少少嚇到 有1 2 3 4 5 6 有6支大炮的 剛剛有說 這個位置之前是一個炮台 你看 是超大的 但剛剛也有看過資料顯示 其實這裡一直以來 都是挺安靜的 所以我想就是因為 沒有人理會的原因 令到這個位置 保持得算是完整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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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點 啊 啊 防空洞 這裡 是 謝謝 謝謝 你小心點 我們走 我們走 走 走 如果真的 記得大家戴什麼太陽眼鏡啊 帽啊 時間 呃 什麼會吹走的設計 很大力 現在時間是4點3 我們由10點半開始就已經在這裡 直到現在4點 其實這個景點原來都可以玩到半天 所以我們就skip了下一個 我們本身上去的地方 吹到呢 完全乾了嘴又乾了什麼都乾了 超級無敵的大風 去了Newport 即是他們的市中心 都吃KFC 就是用了18磅的 外面這個停車場有得免費泊車3小時 very good 這裡呢 完全呢 是彎彎曲曲 又有多樹叢 這樣 明白為什麼呢 英國這些路呢 可以走 100公里 60 mile 是超快 有時候沒有marking 沒有中間的白色線 他都可以走到這麼快 很瘋 現在的時間呢 就是7點2左右 我們就已經找好了我們今晚要拍去哪裡了 我們就是會在這個Shangling Beach 這個沙灘仔這裡拍的 而且他有廁所附近 他也有路燈 還有呢 因為他是沙灘來的 他是有一個open up的parking 就是兩磅就可以由6pm到10點鐘 所以都挺划算的 所以都挺划算的 今天是有很多人玩風飯 可能因為今天風真的很大 我們現在煩惱了 究竟要在哪裡給車錢 我們現在呢 就是去了一間餐廳 聽到叫了個飲品和食物 就是在我們泊車那裡的附近來的 就非常方便 可以看著車子 飲品也挺便宜的 那他一個corktail呢 都是8磅左右的 就是比起平時10磅以上呢 都不算是太貴的 小小的彩虹 現在呢就卸了妝 拆了牙 但我們剛才遇到一個超級驚險的事情 就是我們向暈了所有廁所 都沒有一個廁所是開的 給錢也不開的 就算是給錢的也不開的 後來我們真的頂不住了 問了一個路人 究竟他知不知道哪裡有廁所 他就把他的酒店介紹給我們 然後我們就進了他的酒店 那個廁所裡面 即不是他的房間 是他那間酒店的廁所裡面 那邊的酒店 對 拆了牙齒 唉 我覺得很難 我以為找廁所很容易 但原來在英國是很難的 他所說的24小時 廁所都不是24小時 10點就關門了 我真的想感覺一下我 IowaFight的上集就到這裡 記得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們下條片見 Bye